攒錢都是積少成多 爭取幹幾年買個車 我的目標是畢業的時候 就存出半年的房費生活費 給自己平穩過渡一下 可以和人生階段相近的 人聊一聊 然後就更清楚的知道 你現在錢花的比較過分 我在一家國企上班 剛剛工作兩年 平時發完工資也基本就不剩什麼 所以想找個搭子一起存錢 我們有一個微信群 會在群里分享自己的消費名系 比如今天吃飯花了多少呀 買衣服化妝品什麼的 隔一周我們還會互相复盤一下 比如哪些是可以省下來的 哪些是必要的開銷 攒錢都是積少成多 爭取幹幾年買個車 群里也會分享理財產品 但是我更傾向於去銀行 櫃台當面諮詢 這樣會更放心一點 我以前自己用過一些記帳的軟件 裡面可以記錄自己的花銷明細 在社交平台裡面 找到一些搭子之後 可以和人生階段相近的 人聊一聊最近的 花銷存錢計劃 就更清楚的知道 哪些錢花的比較過分 跟陌生人盤障的話 不會有面子上面的壓力 純屬就是聊存錢的小技巧 以前我覺得電腦比較貴 但是同行介紹說 買一個貴一兩千塊錢的電腦 用的時間比較久 比買便宜的用一陣時間 就需要更換更省錢 我月工資大概就是一萬多 我每個月需要交房租 交通吃飯 一時住行這些 除去這些就還剩 大概六千多塊錢 然後我就會存進銀行卡裡 現在手機購物的支付步驟 越來越簡潔 有時候就一不留神 就已經支付成功了 錢也越來越不好存 平時自己會做一些兼職 會有一部分收入 還有學校的獎學金 也是一部分收入 平時的實習 包括早工作 這些拆旅時速 還有畢業的住房 都是一筆發銷 在網上找這種存錢搭子 理財搭子 一方面是相互監督 相互打卡 相分享一些省錢 省妙招 或者說一些別的 優惠 優惠券 然後還積載一些 像理財 貨幣知識 我的目標就是 在畢業的時候 給自己能存出來半年的 房租和生活費 給自己平穩 過渡一下 存錢意識強 是一種成熟的表現 他想為自己建築一個 更好的安全島 這個行為的出現 帶有一定的偶然性 這種偶然性的出現 是隨著我們的經濟形勢 和資本市場的變化而出現 但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我們現在年輕人呢 追求時尚 充滿了各種好奇心 所以使得這些人呢 能夠積極的參與到這種 以搭為主的一種理財方式 任何新生事物出現 我們必須首先提高一個警覺性 特別是如果有人以高息吸引資金 很可能會陷入非法集資的陷阱當中 無人如何 首先要把握住 他的法律界限 需要謹慎對待 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 合理消費的情況下 進行有利有節的一些存儲和儲蓄 包括理財 是非常好的做法 雲東智的鼓勵 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